苏丁 苏丁拍跨饼 现在的美国股市前阵子跌重之后 陆陆续续反弹 这么一谈我们就来看纳萨克 道琼这些都一样了 一个月 一季 半年 年线 四条重要平均成本线 全部都挣回去了 踩在脚底下 最猛的就是在纳萨克 纳萨克这么一谈高 连续三根红鸡棒 4528.91 再创下14年 又四个月来的新高价位 不是说台北股市跟纳萨克 贴近性最高吗 还有跟费半 光年性也很高 所以纳萨克创新高 对台北股市绝对有意义 另外苹果 苹果前阵子一拆七之后 股价就在 昨天时间缩很短很短 你看12345 待会宇哥会讲 五根的红K棒 100.68美元 它是一股哦 而且你乘七的话 因为它一拆七嘛 就700块美元 毕竟它的历史新高哦 苹果派来 我们的苹果派 红海家族带来期待 因为看到了Apple 创新高 宇哥两个讯告您的看法 我们先看 其实这个NASDAQ创新高 是因为它有一支叫做AAPL代号苹果嘛 但台北股市里面大概有100支的苹果概念股 所以基本上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 假设如果台北股市里面只有一支 平安股叫做台积电 我告诉各位 台积完全是创新高嘛 因为它有除息蒸发嘛 这个部分嘛 所以我想苹果一拆七 股价创新高 我们刚刚看了那个NASDAQ 它是创高点嘛 那苹果的分割 我们再来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它分割前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是705块美金 705 那分割的时候 曾经碰到100.7 100.72 你把它乘以7 过了 已经过了 不是没有过 已经过了 过了105了 乘以7就好嘛 100.72你要乘7嘛 因为它是一拆七 难怪有人会说 苹果今天是创历史新高 对对 这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我的意义是说 大家这个等苹果如大汉之望于你 多久没有推出这个新品出来了嘛 大家都期待那个最新 那个叫什么 6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已经是预告说 苹果概念股 应该是8月下旬 到9月中旬的 最佳男主角 但问题是 现在我们刚刚讲 台北股市里面 至少有100只 可以跟苹果连在一起的股票 人家一只我们100 对啊 力量就分散了 有创新高 今天还有破新低的苹概股 今天还有破新低的苹概股 谁啊 我们先看好的 我们先看好的 但有时间我们再来讲 其实苹概股 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要从营收部分来做检视 因为太多 我就大概稍微列一下 这里面像景硕啊 年增13.94嘛 月增5.22% 那上半年EPS是4.54元 在这个里面来讲 其实景硕算是一个非常机优的一个机优声 那在这一块来讲的话 那另外像敦极 像见顶 像华通呢 基本上来讲 它都是有些成长的这种状况 除了敦极 它是比去年稍微减少之外 苹概期7月份的一个营收 我们再来看下一页里面来讲的话 包含像10亿元件的经济啊 那你一定会用到嘛 这个营收也是缓步成长 这个不错 那维端部分来讲也是成长 增顶呢 软板最近很强哦 增顶啦 加联益啦 连这个台郡啊 其实台郡这部分 它是这个年事衰退的啦 就听说那个苹果 iPhone热音乐 它的面板放大了嘛 4.75 点5寸 那面板放大 那个软板用量会增加 对 当然这个是个股的一个讯息 我们先把这个整个 这个营收赛少一遍 虽然台郡它月增 那年事衰退 但是你看像尖点像可乘啦 我们就看可乘 讲可乘大家没有意见嘛 我们来看可乘 可乘其实离高点相当近啦 多漂亮啊 挑战高点 对不对 我说如果台北股市里面 有一只只有一只平台股 叫可乘 那说不定我们也创新高了嘛 我是举这个例子来讲 所以在平台股部分来讲 大家要稍微去分清楚 我们刚刚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刚刚我们提到台郡 台郡各位知道 其实台郡的业绩是有衰退的 比去年有衰退 去年赚超过9块钱 可是上半年赚了EPS不好了 可是你看台郡 它在今年1月份见高点 股价修正再修正 修正再修正 从三位数到除息之后 变得60几块钱而已 可是你们注意到一点 它填息了 对耶 时间说短一点 然后最近快速填息了 它填息了 那个洞这么大 其实我直接告诉大家 不用跑 那个外资也在买 投讯也在买 所以融资在减 所以它是在低基期的 一个一个一个部分 跟大家报告一下 然后就个股呢 如果发钱给你除息 它会有一个 往下的空方的 跳空接口 我发三块钱给你 对 隔天就少三块 可是如果涨三块 这三块就是你多的 对涨回去那个位置 叫做填息 如果没有涨回去 其实是往下掉 叫贴息 它填了 所以我说大家要从营收这个地方去观察 还有股价的高低 其实软板里面真顶的业绩最好 但是为什么台郡在最近反而会买 就是因为相对它的低基期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瓶盖股里面 也有些破敌业绩不好 宇哥我先问 你的瓶盖怎么没有2317 因为太多 我刚刚讲超过100档 帮我看一下2317 其实2317那边 那绝对是 它绝对是首选 它绝对是首选 这没有错 它有没有机会又过前高 你没有高点 机会很大 可是它还有一个变数 它还有韩席未出 对 韩席 韩席 对 它还有全 韩席跟全都有 它是下个礼拜除全席 对不对 对 还有三个营业日之后 就要除全席 8月28 我们对于鸿海的操作 是除全席之前做网上 还是除全席之后 再来减便宜 我觉得是近代 它的一个除全席的缺口 这个部分来观察 之后再来 对对对 我的部分是讲 因为它之前已经相对强势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可以去观察除全席后 除全缺口 那我们刚刚讲 其实瓶盖股 因为我没有办法列这么多 好几十档 OK 以您这样研判 我当时想到 谷王大立光 大立光看一下 因为最近常见到 那个盘在涨 结果高价股 你看 我的意思是说 昨天涨今天涨 结果高价股 总感觉提不起劲 旧线论线 它上场有套劳量 你可以看那两个黑币 您上来挂一下 是前阵子 你看哦 把数字清掉 前阵子 两千六百四十块 我告诉你那坎三千点的外资一大堆 结果三千没上就掉下来 那你又有说套劳量 那所以呢 不用看到两千六啦 这里给它清掉 清掉 我们看这两支就好了 量啊 你对上来看看嘛 请导播游标 我这个这个 对 你这个量在这边嘛 这个量在这边嘛 你拉上来看不错 好量的位置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两千五哦 你看能不能有量冲关过去啦 因为现在没有过 大力光明天要除息啦 哦 是哦 你要买它的人 就只能用现金买 所以我刚才就讲 刚才你 瑞涵问我说 鸿海的一个投资 我刚才就把重点拿出来 它含起含权 这是一个变数 因为毕竟你要填之后 它才真正强势 那我问你 明天大力光的除息嘛 如果它怎么走 大盘会怎么动 只要它明天能够填息 我想你能够填息八成 OK 我就真的是拍拍手 那台北股市明天 其实这个多头去打一极 夹一强行争了 但是千万不要 开盘是填息八成 收盘填息三成 那这样就不好了 就是怕它填 不要骨头蛇尾 对 就不要填一半掉下来 对对对 好 感谢宇哥了 原来纳萨克 还有包括了苹果派 它是有点点活种 机会存在 但是提醒您 他刚刚有讲到了 关键时间点 也许在9月中 推出了这个iPhone6之后 这段过程当中会比较热 明天一定要看哦 出席的股王大力光 说到了明天的看盘 我今天很好奇的 麻烦把那个外资买超 今天的外资买超 20党当中只有8党是金融股 今天金融股很强哦 既然买的档数比昨天10党还要来的少 这一个讯号 第二个讯号 我要说的 来了你看 统一 中钢 阳明 中华电 还有包括长荣 第一页 观众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今天呢 待会儿还有机会上一下拉尾盘股 运输啦 钢铁啦 而且运输买了长荣 阳明 中钢 也就是说 传产的龙头 会不会在金融带的力道 如果不够强的时候 反倒传产的力道 会再加温呢 其实我想刚维泰尔讲到说 这个台股未来可能是走三逐流 是没有错 第一个 电子看什么 当然看平概股 整个这个2H下半年来说的话 就是涨平概股 你还要涨谁呢 对不对 像刚刚这个 讲到这个台郡也是一样 低档的部分 位阶的部分 那么金融股 它是撑盘要脚嘛 对 所以说当这个电子可能涨不动 或传产休息一下 金融稍微动一下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说 外资的买盘重心 有没有从电子转到了金融 现在又有一点味道 转到了传产了 当然有 因为传产在于低档 OK 传产在低档 你刚刚讲的航运股 就是在低档了 我们看个几类好不好 航运类股今天全面性 几乎都反弹 而且法人还满 看指数哦 航运类股 因为宇哥说低档是关键嘛 运输类股指数 时间拉长 用周K角度来看 它是漂亮在低档 今天谈的还谈食品哦 食品来看 食品 食品其实就不算太低了 食品今天主要是统一 统一 在大长 水泥呢 水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位阶 水泥就高了 快上新高了 那塑化呢 塑化今天也拉 塑化股 塑化时间拉长 这都是周K角度来看 其实塑化还是OK 所以运输 塑化 那钢铁呢 钢铁再看一大类 漂亮钢铁 所以我一带 如果这么简单抓 那就是塑化 航运跟钢铁三大类 比较位阶是偏低档 对不对 如果说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 他们绝对是在这个景气循环的相对的谷底位置 那么今天散装航运也涨得蛮整齐的 包括像台航 中航 甚至都有看到涨铁板的一个价格 对 那我想BDI最近的一个指数 已经上到1040 占上1000了 为什么最近BDI散装航运指数再往上拉 第四季通常是这一个传统的一个旺季 有一些这个货物的一个股物方面的运送 可能会在第四季会去进行比较频繁的一个运输 我读到一份报告了 一来是全球经济景气逐渐的复苏转好 它的那个粮草或很多的东西 运输量需求量会增加 第一点 第二个 刚回太讲的 到了冬天 知道到冬天会怎样吗 海会结冰 所以结冰它就没有办法运送过去 所以抢在第三季的现在 反而赶快运 是不是这样 对 尤其是在我们说要接近到这个下半年的时候 那么北半球 这部分来讲会比较寒冷一点点 所以会有一些的一个这种冬产品的部分 会从澳洲 澳洲其实也冬产品大国 对 它会从澳洲南半球的部分来讲会往北运 所以大概就是在第三季跟第四季的这个交接期间 会有看到这种BDI有出现这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讲得真好 韦泰刚刚已经点到 为什么运输肋股间散装部分网上做产 其实瑞涵我们用一档股票 我觉得很有趣 我在之前我跟各位讲过 我们用万海例子下面放外资 我记得我在瑞涵节目里面我跟各位讲过 你看万海其实在五月底的时候 外资那天大卖六千多张 对 是不是在相对低档区 我记得我跟各位举过这个例子 没错 我现在等万海上半年财报交出预期成绩单 比去年好多了 所以财报是后面的 对 所以宇哥 筹码面你看外资卖几乎是卖到低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你看万海最近在涨 对 所以这个就代表说 其实在筹码过 在转换过程当中 其实公司派他会比外资先知道说 我的景气是真的是转好 所以这点是真的蛮有趣的现象 怎么办 因为观众朋友不是天天看得那么仔细 他如果在这个低点没接到 现在涨上来 那么多长时间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外资卖到那个地方都没有破 那现在已经涨到17块 我可不可以买啊 这个地方我就转线上 看看拉回 回测颈线 这就变成技术操作了 哦 技术面操作 就是不要强着追 也许拉回来 因为他还是有机会上 因为我常时 把它放大嘛 放大 如果润韩可以画五日均线上去 哦 五天的 有点乖离啊 那要蓝色的 正乖离太大 对 所以你如果要买 你应该是要等拉回 对 哦 五日均线16块3左右 等到有点拉回再来 对 而且要守住五日均线 你才可以买 漂亮 因为他今天这个量太大 OK OK 如果你这个大量区间的 下源跌破也不可以 好 为什么今天针对运输 类骨呢 帮您问那么仔细 因为要突入起来的 今天的墙拉的尾盘 而且这么一拉 专家说到很明白 还有一点 运输类骨刚刚围态有点名 因为到了冬天 货如果出不了 运送不了 那当然第三季是抢着 要运送货物关键时刻 所以咯 现在是八月中下旬 九月份 第三季九月份 请问九月份的行情 今天特别麻烦专家 为您中长期规划 这是维泰的大主题 连法人都开始看九月份了 还有一点 回到现场 我们追 中国大陆 再大到这么一挥 反垄断 看到了亚洲的日本 台湾呢 文杂 爹 爹